你看这个治理 它不是说你要去控制 而是要去治理 去管理 我们每一个人要记得 我们都有我们的领域 你会更加的理解你的生命 就你星期回到你办公室 你会看见不只是你工作的地方 而是你的领域 没有治理人呢 神就不会让他成长 我要给你四个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欲望 或者是我们的梦想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领域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执政 最后一个是我下期可能会谈到的 就是门徒培训 计划 意向 大能 位置 三个星期我都没有换过这个信息 选拥的可目呢 就是要跟我们的人分享他经历的 他造了地球然后把人放在那里 我们每一个人要记得 我们都有我们的领域 我希望你听了这三场之后 你真的会对你的人生 你会更加地理解你的生命 就你星期回到你办公室 你会看见不只是你工作的地方 而是你的领域 Jack传道该说 他是属于我们的学校 Victory Academy 我们的吉他手John也是 我现在也是有这个荣幸 去带领我们的Victory Academy 现在那是我们的领域 我们是否是这样看的呢 在那个领域里面呢 神给我们去治理的力量 我们是否有实践 我们的力量无权柄 在神给我们的领域里面 你看这个治理 它不是说你要去控制 治理 它不是说你要去 就是占有 或者是 你就是 去主宰 而是要去治理 去管理 管理 耶稣呢在马太福音 第25到28节 他说 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呢 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 只是你们在你们中间 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呢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哪是要服侍人 而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在我的家庭里面 在我的家庭里面 我就是那个一家自主 那是我的领域 我的工作呢 不是要超权去管束 我的太太 而是要治理 我今天要给你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作为结尾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神呼召我们 要去做治理人 而不是好像一个 超权管束人 不是去掌控人 我给你分享一个想法 写下来 神说如果没有管理员 没有治理员呢 神就不会让那个地方 那样东西去成长 没有治理员呢 神就不会让他成长 如果呢 你没有去治理 你生命里面 某一个部分 那个部分呢 神就不会允许他去成长 创世纪第二章四到七节 创世纪二 创世纪二 創造天地的来历 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 乃是这样 野地还没有草木 田里的菜酥还没有长起来 因为耶和华上帝 还没有降雨在地上 也没有人耕地 但有雾气从地上藤 滋润遍地 耶和华上帝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Genesis 4 2-5 8-9 Then she bore again And this time his brother Abel Now Abel was a keeper of the sheep But Cain was a tiller of the ground 创世纪第四章呢 第五节 等一下我翻一翻 Sorry Genesis 4 2 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里面说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亚伯是牧养的 该隐是种地的 你看这里说到没有人去耕地 可是神就把人放在地上 这里说耕地 基本上中文只有耕地 在这个原本的希腊文里面 就是治理 我们很快要结束了 可是我要你抓到这一点 You know Cain You know Cain Tilt the ground 该隐呢 当时就耕了这个地 And Abel The Bible says He was a keeper 然后呢圣经说呢 这个亚伯 他是一个牧养的 Another word is keep 他就是去保守 The way Cain The attitude of Cain Cain from the way he saw his work 该隐呢 他的心态 就是从他的工作里面 看得到 The way Abel The attitude of Abel was the way he saw how his work was 那这个亚伯呢 他的心态 也是看他的工作 是怎么样的 The way you see your job is the attitude that you will have following it 你怎么看待你的工作呢 也是代表你的心态 And I'm thinking When I read about Abel and Cain Why did Abel know what to do And pleased God with his sacrifice was because His attitude was He was a keeper 因为我在想 该隐呢 要不怎么知道 他应该怎么做呢 因为 其实他的心态 就是看到 他是一个保守的 你知道吗 Keeper就是保守 他是一个保管的人 他是一个管理人 He was given He was entrusted with this work 他是被托付 去做这个管理人的工作 But Cain just saw his work as work 可是该隐呢 他看见他的工作 就是一个功夫 一个工作 一个过程 他就是去耕地 Worked the ground 他就是去种地 But didn't really see himself as a keeper or a manager 可是他却没有 把自己看作 是一个管理人 I don't have time so you may have to go back and think about that and pray about that 你回去要想想 有关于这个 种地的工作 还有这个管理人的身份 可是神他跟我说 我们要怎么去 看到我们的工作 So let me close now 我们要结束了 God made man to manage what he created 神造了人呢 去治理他所创造的 So God made and man manage 所以神创造 然后人呢 去治理 Okay let's close God made 神创造 人治理 He managed in a way that mirrors heaven 他是按照呢 能够反映天堂的 样式去治理 And whatever we fail to manage 我们所不能够 治理的 will not grow 就不会成长 In fact I'm going to be very bold to say this God will not allow 其实我很大胆地说 神他不会允许 What you do not manage to grow 他不会允许呢 你没有去治理的东西 去成长 So all of us are called to manage 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去治理 And we are given things to manage 我们也有神 所给我们的东西 需要我们治理的 Let me give you two more quick thoughts 我跟你分享 多两个问题 两个想法 Do you think God will give you what you pray for 你在想神 会不会把你 所祈祷的东西 要的东西 给你呢 Do you think God will give you what you pray for 你想神 会不会是 把你要的东西 给你呢 Or do you think He will give you what you can manage 还是呢 神会把你能够 治理的东西 给你 Now you probably understand That's probably why God didn't give that to me 现在你可能 理解了 为什么神 没有把那样东西 给你 因为神看重的是 要把你能够 好好治理的东西 才给你 他为什么要给你 两个孩子呢 如果你连一个孩子 都不能够好好治理的话 如果你连两个教会 都不能够好好治理 他为什么要给你 更多教会呢 他为什么要把你 提升到另外一个职位 如果你现在 为什么他给你 一千万 ringgit 但你不能够 一百万 如果你连这个 十万都不能够 好好治理的话 那为什么要给你 这成千百万的钱 神是不是把我们 所祷告的给我们 还是祂会把 我们能够 治理东西给我们 祂把人放在地上 好让我们能够 治理 然后呢 亚伯就治理了 从那个过程 祂就把最好的给了神 那头生的 就是那个羊里面 头生的 该隐呢 祂就是耕地 耕了地 就把里面 所收到的给神 该隐跟亚伯的分别 就是亚伯把那个 头生了给了神 可是该隐却没有 因为你的心态 只想到这个工作 这个功夫 没有去想其他东西 神会否把你 祈祷的东西给你呢 还是会把 你能够 治理的东西给你 最后一个想法 你不能够 好好治理的 你会失去 如果你不好好地 治理你的家庭的话 你就会失去 你的家庭 如果你不好好地 去治理你的公司的话 你也会失去 你若不好好 治理你的孩子的话 你也会失去 你的孩子 你若不好好 治理你的事工的话 你也会失去 你的事工 你若不好好 治理你的教会的话 你也会失去 你的教会 我们所不能够 我们所不能治理的 我们都会失去 你看呢 只是当我们 治理不当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危机 要解决这个危机的答案 就是治理 有危机 我们就需要 与不同的运作 运作回到 神要我们 那个样子 这一次要把它 做好 这一次要把它做好 你生命里面 所需要的 就是好好的治理 好好治理 你的生命 你看神在埃及里面 回应 他给他们的答案 就是把约瑟 拆去 约瑟也是一个 管理员 在奈布奇奈萨 他那个王的时候 他的答案 就是把 但以里拆去 神今天 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 给我们的答案 就是要 有一个 好好的治理员 如果你好好的 治理的话 你就会成功 好好的治理 你的婚姻 听我说 好好治理 你的婚姻和家庭 如果你没有 好好治理 你的金钱的话 你也会失去 好好的治理 你的金钱 好好的治理 你的想法 好好的管理 你的胃口 好好治理 你的时间 你和我 被放在地上 就是要治理 去耕地 去种地 对 当然是功夫 可是在那之前 是有敬拜 神把你和我 放在这里 是要好像 只有敬拜的心态 那样去治理 不只是工作 不只是耕地 种地 而是要好好地 去治理上帝 所给我们的东西 这里有很多人 可能多么想 有很多东西 会为你发生 甚至有很多人 你很多时间 在祈祷 今天你听见 重点的不在于 只是你这个祷告 而不是你的愿望 你的期许 而是要好好 整顿你的生命 知道你的意向 开始每一天 为神活 叫神来帮助你 来开始治理 上帝所给你的东西 当你好好自理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就会丰盛 要记得 你所不能好好 自理的 你就会失去 尤其是 谢谢你 非常感谢 如果你们 感谢 这个影片 请分享 这个影片 跟朋友 也感谢 他们也 喜欢这个影片 和订阅 这个频道 为更多 更加内容 似乎你们 好治疗 和 祈祷 和 祈祷 全身 祈祷 祈祷 见到下次 下次